嘿嘿嘿 贵公公 我的贵公公 您在这儿呢 贵公公 皇上找您 都找了好几遍了 走吧 喳 皇上 奴才叩见皇上 起来起来 你爷爷的 死哪儿去了 回皇上的话 那些刺客胆大妄为 如果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他们将来又会进宫闹势 危及皇上 所以奴才此次出宫 就想看看能不能找到 其他的刺客和与党交接 好将他们一网打尽 查到什么了 暂时还没有 所以奴才打算明天接着涨 你呀 这么东闯西闯 未必有用 不过朕倒是有一个主意 难道皇上 您有什么好办法 多龙抓了三个刺客 可是这三个刺客 无论如何严刑拷问 他们都咬死 是吴三桂的手下 无论再怎么盘问 也盘问不出什么 所以 朕打算放了他们 放了他们 那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 杀不杀这三个人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知道 谁是主谋 再将他们一网打尽 放走小狼 小狼自然会去找母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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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啊 否则朕真想亲自大干一票 那滋味可妙得很 皇上叫奴才干什么 奴才就干什么 再大的危险 奴才也不怕 朕知道你又聪明又勇敢 又肯替朕办事 所以呢 派你去 就像朕自己亲自去一样 皇上如此信任奴才 奴才真是感激涕零啊 不过呢 这个事情只能是一次 第二次就不灵了 你得演得真一点 最好在他们面前 杀一两个侍卫 让他们对你不产生怀疑 到时候朕在吩咐多龙 放松盘查 你便可以带他们出宫 皇上 那些侍卫们的武功很高的 是由他们杀我 哪有我杀他们的份啊 所以才让你随机应变啊 你要是不当心 让他们给杀了 那多丢脸 是 皇上 如果这件事 你替朕办成了的话 你想什么赏子 如果你要不是太监的话 朕倒是可以 给你个大官做做 总有一天 你会知道我不是太监的 多谢皇上 皇上 这大官呢 奴才不想做 只希望皇上 能答应奴才一个请求 说 奴才忠心耿耿 为皇上办事 万一将来有一天 激怒了皇上 希望皇上 能饶奴才一命 不要砍奴才的脑袋 好说 只要你对朕忠心 那颗脑袋 就留在这儿 那那那那 皇上 您进口一开 什么马都难追啊 朕进口一开 什么马都难追了 贵公公公 辛苦了 贵公公 辛苦了 贵公公 赵大哥 辛苦了 贵公公 这什么事得劳您大驾 好 皇上命我来 帮忙套套口供 查查他们正处 到底是谁 这三个反贼啊 口风可紧了 这鞭子都抽断两根了 他们就是一口咬定 是吴三桂指示他们干的 是吗 我去试试 您小心点啊 你们能出来吗 折 好 三位英雄好汉尊姓大名啊 狗太监 就凭你 也配问老子的姓名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凶啊 我是受人之托 来救一位叫刘易舟的朋友 你们中间 若有叫刘易舟这个人呢 我就有话说了 若是没有 那 就算了 你受谁之作 我那两个朋友 一个姓刘 一个姓穆 铁背藏龙柳大虹 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穆建成就是穆天波的儿子 现在流落江湖 生死不明 这么说来 你们三个肯定不是他们的朋友 那么 这一招 想必你们也不认识了 你想说什么 这一招 谁教你的 我老婆呀 胡说 太监怎么会有老婆 有人愿意嫁给太监 你管得着吗你 我老婆很漂亮的 她呀姓方 单名一个姨子 胡说 什么 帮我做梅的 那可是江湖人称 圣守居士苏刚 还有白韩丰 对了 这个白韩丰 还有个哥哥叫白韩松 不过最近好像被人给打死了 这手头紧 所以出来帮人做梅 骗点钱花 你 兄弟 不要讲话